不過我們來看看現在目前台北市的最新民調好了 首先我們要看到的是有沒有什麼樣的消消長長呢 看來是這一份網路溫度計的調查 你會看到有一些特別的數字值得來分析 首先看到蔣萬安 蔣萬安的支持者當中 53.8%的人是唯一支持 不過有39.2%將近四成的人 他是可以轉換去支持黃珊珊的 而蔣萬安目前領先的一些地區 大概像是松山信義這個沒有問題 大安文山也是視為藍營的鐵票倉之一 不過您會知道 如果你了解這個選區結構 或是您是北市的話 你大概會知道蔣萬安他的選區是中山松山 我現在講的是立委選區 不過這一次我們只看到松山 還是有包在他的鐵票區之一 不過中山可就掉了 中山相對來說 一些都是比較偏綠一點點的選區沒有錯 那我們就剛好看到民進黨的部分 來看到陳時中 他的支持者當中 74.2%是唯一支持的 看起來黏著度很高 綠營的鐵板說喊就可以歸隊的 只有20.3%的人會轉換 但如果他們真要轉 居然是轉向了黃珊珊 而目前綠營的鐵票倉 大概是中山大同 中正萬華相對 都是過去我們所理解 比較稍嫌綠一點的吃快 所以現在回歸到藍綠的版圖 不過你也別忘了 台北市可是撒喀都 那至於這身為 五黨籍要參選的黃珊珊 她的支持者當中 50.6%是唯一支持 看起來算像是裡頭的 黏著度相對最低的一位候選人 不過 34.6%的人會轉向蔣萬安 相對於蔣萬安的跑票程度 還是低了一些 而在黃珊珊的部分 她過去在港湖的耕耘 看起來似乎是有些結果 除了港湖 這支持度是領先以外 大家值得看到是上面這一行 社林北投其實在過去 以我們的立委或市議員選舉來說 社林北投也相對是偏綠一些的 所以也因此我們可以怎麼解讀呢 我們可以先解讀說 當然藍營的票有蠻大一部分 轉向是可以轉化為黃珊珊 就看到時候選情如何 綠營的票同樣也有一部分 是可以轉向黃珊珊的 而黃珊珊吃到的 還有一部分的小綠的票倉 這是我們目前可以解讀的 而至於在民進黨的選對會的同意呢 這前新竹市長林志堅 退出桃園市長的選舉 很多人就眾說紛紜 跟台北市的選情到底有沒有關係 王鴻威她也分析 民進黨的態度批變 就是因為蔡英文還有英系 真的會擔心 這會拖累到台北市長 陳時中的選情 如果陳時中真的因為林志堅的關係 輸掉選舉的話 所有責任就得在蔡英文身上了 我想黨中央在考慮選情是通盤性的 那之間有自己的一個看法跟做法 那大家都以為尊重 宣布退選最主要理由 並不是承認自己的錯誤 而是怕拖垮其他縣市首長的選情 在這一次不管是台北 不管是新北 不管是桃園 其實都有非常嚴重的外溢效益 也因此林志堅的退選 並不是為了個人 也並不是為了承認錯誤 而是為了民進黨的政治選舉考量 政前換將 當然是為了為選舉止血清理戰場 外界認為民進黨是擔心一師五命 但是對蔡英文還有英系來說 最心心念念 而且最擔心的是丟掉台北市 因為陳時中才是整個英系 輔選的最重要的一個縣市 那麼在桃園的部分 蔡英文可以交給鄭文燦 負最後之責 而在台北市 如果陳時中輸掉選舉 那麼所有的責任還有責難 都會在蔡英文身上 所以現在蔡英文和英系 要力保陳時中 而我們也可以預見 未來蔡英文一定會請全黨之力 還有行政資源 來為陳時中輔選 所以台北市未來一定成為這一次全國選舉的焦點 而國民黨當然也要嚴陣以待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可以說是媽媽料理的百搭神器 把底下喇喇再來吃 為什麼 因為這底下呢 你可以看到一顆一顆的鮑魚 是真的可以存在的 現在呢 上快點購來訂購 馬上就可以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五星口感的總統級高級享受